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人命最苦 一 太固执的人 一经的义是更替变换之意 是说凡事都有正反面 对与错 基于偶 福与祸 宇宙万象变化莫测 人生际遇 动直分坛 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地根据形式 调整自己的战略和行动 只有这样生活 事业 才会有新局面 新气象 老子也说 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行 高下相迎 阴生相合 前后相随 很多人就是不懂 万事万物相生相克 相辅相成的道理 撞了南墙也不会回头 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方向不对 思维不对 再努力也白费力气 固执而不知道变通的人 命最苦 二 不知足的人 天机前者 事于深 一个人如果贪婪无度 事于太深 生命的灵性和智慧 就会一点点消磨殆尽 人生的福报 自此与他无缘 一经中说 一阴一阳之未道 大道至简 道不神秘 不复杂 就是阴阳二字 人也一样 境界越高 生活和生命就越简单 南淮锦先生曾经说 三千年都市 不外功名利路 九万里悟道 终归失九田园 在外费尽心机 争夺名利 其实到最后却发现 最高的道 就在失九田园的 平常境界里 人心不知足 常逢灾与愁 三十三天上 仍要起高楼 膨胀的欲望 让人永不满足 这是痛苦的源头 懂得知足 才是真正的富足 三 缺乏敬畏的人 《译经》中说 天垂向 贱即凶 天地有自己的规矩 万物有自己的法则 天道的规律 一定高过人的小聪明 人类要懂得谦卑 对天地 对鬼神 对大自然 都有敬畏之心 现在很多人 什么也不怕 没有一点敬畏之心 这是很危险的 很多人之所以 无恶不作 就是没有一点点 敬畏之心 天不怕 地不怕 什么坏事 都做得出来 而多了这份敬畏 我们就能更好地 约束自己 善待别人 没有河岸 约束的河水 只能成为破坏的洪流 害人汗喜 做正直的事 走正见的路 心怀光明 敬畏天地 一切美好 都将如鱼而至 三种人最有福 一 人有善念 天必又知 善念是种 善行花 善报是果 一个人积德行善 自然有福 道德经有言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天地不仁 对万物 一视同仁 没有亲疏之别 善良的人造福众生 因而备受天道青睐 人生而善良 随着环境的侵染 有的人逐渐走向邪恶 从善如灯 从恶如崩 学好几年 学坏几天 无论是谁 都要绷住善恶那根弦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你的行为 决定着内心的品质 也决定着你的命运 一经理讲 厚德在物 怀揣善良 心存善念 多做善事 才能免受祸患 享受幸福人生 二 千千君子 非以字幕 一经六十四卦中 每一卦都有凶 有急 唯独千卦 没有凶 只有急 是最好的一卦 一经千卦言 千千君子 非以字幕 以谦卑自守 以谦卑的姿态 守住低处 才能没有祸患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你永远不知道 别人到底有多强悍 所以真正见过世面的人 都懂得谦卑自处 曾国藩说 人生大部分的失败 都源于两个字 一个是懒 另一个就是傲 骄傲的人眼界偏霞 不知天高地厚 看似张牙舞爪 在别人眼里 其实不过是不堪一击的 这老虎 海纳百川 成其浩大 山聚土石 成其雄伟 谦虚一点 总没有坏处 三 自强不息 刚见有为 周易立将 天行见 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 即自然 的运动 刚强 近见 相应于此 君子处事 也应像天一样 发奋努力 水流不服 互输不度 人生在世 一定要有一点活力 不能说 什么事情也不做 整天游手好闲 这样的人迟早 闲出病来 不是说 一定要你功成名就 而是 一定要你有自己的事情做 工作也好 兴趣也好 人总要有一点 积极的心态 少年一老 难学成 一寸光阴 不可轻 要是少了那份 热气腾腾的劲 没有正儿八经的奋斗过 老了 就只剩下后悔 和感叹了 九层之台 起于雷土 千里之行 累于足下 一分辛劳 一分收获 愿意付出努力的人 坚持不懈 循序渐进 终究可以抵达 幸福的终点 了凡四讯讲 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一个人的命 不是天定的 而是后天 自己的言行带来的 行善积德 谦虚奋进 自然有福 心无敬畏 固执贪婪 自然命苦 好了 这次的分享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聆听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呢 希望能多多与身边的朋友 分享 留言 转发 点赞 我是阿豪 每篇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 每天都有新感悟 每天打开美丽 新篇章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